活動剛好是在如今方的算後面 有一個廟 前面也非常大的廣場 那剛好就是借那個機會跟廟那邊建一個場地辦活動 那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晚餐都是非常非常的豐盛 那我們的活動都是會帶一些 摸彩 這是小朋友的最愛 那那個左手邊這個是後學的女兒 那時候才兩歲 那這是在100年的純陽檬母親節表演 那這個剛開始的話就是都會先廠牌 把就是全部家 就是每個家裡面只要有樂器啊什麼 就想辦法都要生出來 然後組成一個樂團 那這時候 因為你們看這個年齡齁 差距非常大 有從很小的我女兒2歲 然後要到12歲齁 這個區間要借衣服都要一樣的 很困難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挑戰 可是就是這麼 上天都很有 這是很巧妙的拉牌齁 都借那個七分秀 然後那個褲子裡是五分木齁 我女兒剛好穿就變長修掉 那在101年的時候去參觀光光光廠 就是在120年 我們附近有一個褲乾山 然後就是去那邊辦一個健走的活動 那這活動也是辦得非常成功 有闖光活動 因為大家健走 那個整個褲子裡 這個褲子 我看時間大家都這樣 趕快實質大動 那在103年的時候 等於是那個聯誼的活動 跟其他單位的褲青幫辦一個聯誼 你看又剝成又來了 這是黃康帶動 這是黃康帶動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 填尾獨金班的合照 那這個是全部的 那你們仔細看 那個黃色是不是大概佔了一半 所以我們填尾獨金班 只要是一出馬 絕對大家是全居不持 那從104年開始呢 就開始有第一次嘗試 錄影的這個活動 那因為剛開始第一次辦 所以都會想說 怕夠了什麼 啊什麼沒有準備到 那結果全部剩下的 有一個車 那不是資源回收 那不是資源回收 那資源回收 賺錢在賺錢 那因為第一次錄影嘛 所以一定是大家都幾乎沒有什麼錄影帳 然後又怕下雨啦 天氣不好啦 所以我們又剛好出街道有 屋頂的一個場地 那時候後雪的小孩非常非常興奮 第一次錄影非常開心 那或許就是還有幫忙帶一些闖關活動 那有些家長就是發揮他們自己本身的技能 如果說欸他本身是 我韻律舞的老師 那他就帶小孩子帶動唱這樣子 還有家長也會跟著闖關 那因為剛好他是 呃年底嘛 那所以就是剛好結業式 所以我們會 就是會順便頒獎 我們結業式的時候會順便頒獎 那很全情獎啊 或是累積之後 我順便就頒獎啊 我們幾乎以後都會有 女活網會 那因為這個 這個是 那個很期待 因為那個 那個很早很早就開始在那邊 搭那個女活網會的舞台 火頭皮 火頭皮 然後在104年的5月女青節化劇 我們第一次在接一個化劇的時候 就是 班主任啊 就是很用心講 比如編劇編了一套 然後誰誰該怎麼做 誰要做什麼 啊 道具要怎麼整理 這樣子 像會有另外一位 媽媽來分享 這就是我們的道具 那時候因為那個剛好選舉啊 所以連那個 連那個 連那個 那個什麼 連公仔都出現了 畫妝 小朋友 小朋友是演目視喔 他是特創 他是男孩子 他演女孩子 他很開心 這邊是那個 激動的 激動組的前行 他們很進展喔 因為要趕快 怕說大家那時候 大家都還沒準備齁 那我手很想 趕快趕快趕快 趕快 因為這一次 因為那一次的母親節化劇 放得非常成功 然後引起熱烈的後動 那時候 看那時候 我們會繼續 走 踩路 我們會不會 走